一个落魄的城市人,刚刚被公司优化,又遭绿查女友抛弃,无奈之下,他选择了取团网约车,又连连遭到乘客差别,机缘巧合之下,绑定了差别系统,依靠系统给予通过锁地,他玩转娱乐圈,成为故事,获得艺术天,操控金牌秘书,以一己之力,成为称霸全球的终极神号。 平行时空,水蓝星,龙国海城,海上金融大厦。张金言,这个项目是我一个人完成,凭什么不能拿约定的提倡? 杨晨,就凭你做的一切都是属于公司的,而这个公司听我的,让你继续干就是抬聚你了。 不讲道理是吧,那我还在这家西写的公司继续干就是个傻,见到杨晨要离职,要好的同时纷纷过来劝道。 杨晨,你别这么冲动,张总什么德行你还不清楚啊,你要是没工作了,你那女朋友那瘫痪的老爸怎么了? 我爸妈过世的时候给我留了套房子和车子,我准备跑个网约车过渡一下,能负担的了。 走到车库突然收到消息,是女友发来的。 杨晨,我们好聚好散吧,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放过彼此了,我要追求我的梦想去了,你继续努力吧,我等不了你了。 杨晨赶紧拨打回去,得到缺义之识。 您好,您播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播。 sorry,inscriber you guys。 干,今天是什么日子,什么糟心事都给我遇上了? 算了,不管有多困难,生活还是得继续,晚上预定的烛光晚餐可不能浪费,庆祝我丢了女友又丢了我。 司机你好,附近一公里铺可接单,抢单成功正在为您导航。 喂,你好,我是BB司机,已经到了你定位的位置,请问您在哪里? 啊,人家刚打分底,至少还得二十分钟。 那你这么早下单干嘛?杨晨无奈地说道,等你化好妆,下楼了再叫车不行了。 我这不是快好了吗?再给我半个小时肯定够了,你要是敢取消订单,我一定投诉你。 你投啊,你拖延时间,还有道理啊。 BB提醒收到客户投诉,从来没见过这么没素质的司机。 司机训斥乘客是什么操作,还取消我订单,真是过负。 检测到宿主符合绑定条件,差评有理系统寻求绑定,请宿主决定是否绑定。 什么鬼,我听过好评返线,还没听过差评有理呢? 系统只要绑定成功,主人获得差评或者投诉就能获得系统奖励。 奖励内容不固定,可以是金钱,可以是房产,可以是豪车,可以是技能。 这不就是开挂吗?那还犹豫什么?快绑定吧。 收到宿主绑定指令,系统正在绑定中,差评系统和宿主绑定成功。 建议主人针对那些奇葩或者看不顺眼的乘客争取差评。 由于主人刚得到了个投诉,系统送上大礼,奖励主人全岛酒店集团28%股权, 成为该酒店集团第二大股东,请主人立即去全岛酒店用餐。 届时会有人把股权转让协议送到主人手上。 这系统给力啊,刚绑定就送上了一份单。 司机一行,行定单,出发地距离1.2公里,目的地全岛酒店。 抢单成功,这单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刚好去全岛酒店吃饭,顺便拿股权。 一行,尾号8043的乘客吗?请上车。 你一直通过那个小镜子偷看我干嘛? 美女,你是不是不会开车?我不是在看你,而是在看后面的路况。 你这人,我认你一句怎么就攻击我不会开车,明明是你技术不好,慢吞吞的。 你干嘛?别激动了,啊。 大哥,亲哥哥,我真的错了,救命啊。 谁是你哥哥?不过我要是不跟你同归于尽,就讲。 那我算不算你们在什么?叫什么爸爸来听听? 爸,爸爸。 我是杨晨,一个落魄的程序员遭绿查女友抛弃的网约车司机,又连连遭到乘客差评,机缘巧合之下绑定了差评系统。 我正在拉着一名大波浪美女,去往全岛酒店集团路上,因为车级一流会叫爸爸。 呜呜,太欺负人了。 我们到全岛酒店了,下车吧。 我现在就给你差评投诉,然后再报警抓你,告你危险驾驶。 恭喜主人靠实力获得差评,系统奖励海上金融大厦所有权。 请主人明日去海上金融大厦管理处取转让书、房产证等证件资料。 海上金融大厦就是我之前上班的那栋大厦啊,这特么明天还不有仇报仇,有怨抱怨。 咦,怎么又遇到这个大波浪妹妹了? 大白天的,你还跟踪我,胆子也太肥了吧,无法无天了是吧? 呵呵,乖女儿,不要自作多情,你爸爸早就定了座位。 我掏出手机给到前台美女,看到大波妹吃憋,莫名觉得好笑。 杨先生,您的座位在八号桌,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带您过去。 对了,这里还有个文件是我们经理要转交给您的,您收好,我这就带您过去用餐。 请稍等,您的餐点马上就准备好了。 依这个大波妹,看样子是来相亲,由于餐厅很安静,能听到他们的对话。 你好,请问是张龙先生吗? 对,我是张龙,就是王总介绍的王嘉怡小姐吧,快请坐。 正在喝茶的我,突然看到前女友赵飞飞正在挽着一个地中海老男人,没等我多反应,她的闺蜜就走了过来。 呵呵,还真是巧了,李哥,我刚好看见的朋友,过去打个招呼。 杨晨,你这就过分了,好去好散不行吗?你这是要干嘛呀?故意来搞破坏是不是? 我可没那么无聊,我对你们这种拜金女没兴趣,二十出头的年纪,整天跟四五十岁的男人搅和在一起,你不觉得丢脸,我都替你爸妈感觉丢脸。 看到赵飞飞凑过来,地中海老头帮来问道, 欣宜怎么回事啊? 李哥没事,你们过去坐着吧,我很快就过去。 老头我看着不像没事,我看你们聊得很不愉快啊,小伙子,你是什么人啊? 我啊,我是赵飞飞的前男友,哦,她今天刚跟我分的手,你俩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呀,你该不是个男小三吧? 飞飞,是这样吧? 不是的,我早就跟她提分手了,只是她一直不同意,我今天是再次跟她提出分手了,没想到她居然跟踪过来冤枉我,真是太欺负人了。 黑飞怪,这不怪你,你没必要为了这种人生气,我这就帮你解决她。 年轻人,你对我女朋友纠缠不清的样子实在是太招人烦了。 服务员,叫你们呈经理过来,我有话要和她说。 杨晨,要不你自己走吧,不然一会儿有你受的。 这家伙真是个怪人,局面到了这一步,看你怎么收场。 王小姐认识那个作者的红发年轻人。 不认识呀,但我刚才是坐他的网约车来的,他不仅态度不好,还借口心情不好,要带着我开车狂飙,吓唬我叫他爸爸才肯放过我。 哼,我下车就给了他一个差评。 岂有此理,这小子也太过分了,王小姐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你报手去。 张先生,你别冲动啊。 兄弟,王小姐刚才坐你的网约车过来,你欺负他了,是吧? 是啊,有问题吗?你谁啊?今天装备扎堆了,是吧?杨晨心里想。 嘿嘿嘿,我叫张龙,是王小姐的相亲对象。 你现在给王小姐道歉,比起喊他一声孤奶奶,我就饶了你,否则,我让你立刻滚蛋。 哼,口气不小啊,你爸是谁啊? 我爸是天目投资的董事长,马上要投全岛酒店集团。 我让他们拉黑你,他们绝对不敢说半个不字。 行吧,那你跟那位大款哥一样,都让我见识一下你们的真实实力吧。 哟,李总,过来吃饭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哎哟,这不是张公子吗?今天什么日子啊? 两位竟然同事来了,真是让我们酒店横闭生辉啊。 我女朋友过生日,临时决定来这里吃饭,但我女朋友的前男友死皮赖脸纠缠他不放,我们没法安心用餐。 所以,我希望程经理能把他赶走。 我过来相亲,但是相亲对象被这个B3给击乏。 我也赞成程经理把他赶走,我不想再看到他。 是谁这么嚣张?敢得罪两位,我肯定会好好处理。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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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杨晨,一个刚被绿茶女抛弃的网约车司机,机缘巧合之下绑定了差评系统。 现在快要被两个老板赶出餐厅。 是谁这么嚣张?敢得罪两位,我肯定会好好处理。 就是他。 这不是董事会刚才发文公布的新股东吗?差点被这两个货给坑了。 保安,快把里程,张龙送走,以后也别让他们进来,我们酒店不欢迎他们。 程经理,我没听错吧?我可是你们酒店的收菜食品供应商啊。 程大五,你是瞎了吗?你们还想不想要我们家的投资了? 给大家正式介绍下,这位是我们集团新进第二大股东杨晨先生。 什么?第二大股东? 全岛酒店的二股东怎么会开网约车呢?难道真是富二代体验生活,怪不得他说话这么嚣张呢? 李承,以后的蔬菜食品就不用你供应了。张龙,关于你们的注资,我们也不接受。把这几个人都给我扔出去。 我的脑子里是浸多少水才会和杨晨分手,怎么办?现在跪舔还来得及吗? 程,我知道错了,我只是让他牵了手,没和他发生关系,我的身体和心灵还是完全属于你的。 杨晨,赵飞飞这女人,态慕虚荣,不是个好女人。你看看我,我还是干净的。 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杨先生,我一开始真不知道她是杨先生的女朋友。 要不然就是老天爷给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跟您抢啊。 程经理,怎么还不把他们赶出去? 是,老板,保安,还愣着干什么? 杨晨,你听我解释。 杨先生,我知道错了。 程经理满身紧张问道,这个张龙是天目投资老板的儿子,杨绍,你看。 投资,只要我反对,他们别想通过董事会,所以,你怕他干什么? 好嘞,别看杨晨只是二股东,照样可以决定我这个经理人选。 保安,把张龙也弄走,另外把他的会员拉黑,以后都不准来我们集团消费。 你们感动我一下试试,程大五,你搞清楚状况,区区一个全岛酒店的二股东,我们天目投资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 王小姐,我们走,换一家酒店吃。 这时候都不忘了叫上王小姐啊,看来他是看上王小姐了,那老子把他抢了,看你还嘚嗖不? 王小姐,跟谁相亲不是相亲啊?你看,我鲜花都准备好了,不如坐下来聊聊。 刚才在车上开的玩笑似乎吓到你了,顺便给你道个歉。 既然都是跟有钱人相亲,我为什么不选个有个性又帅气的? 好啊,看杨诚你这么诚恳的份上,我就给你一个道歉补偿的机会吧。 王嘉宜,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我特么是为了你才跟他结怨,你这不是在羞辱我吗? 你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自己的面子,我可没让你跟杨先生起冲突,是你自己非要过来装的,不是吗? 好,好好,王嘉宜,我不敢动他,但是弄你还是可以的。 你现在敢坐下来和他吃饭,那就再羞辱我,你想清楚自己会有什么后果。 我是杨诚,一个落魄的城市,遭绿查女友抛弃的网约和司机,又连连遭到乘客查课,既然巧合之下保证了查课性。 现在准备和美女约会,被张龙打断,还在威胁美女。 好好好,你现在敢坐下来和他吃饭,那就再羞辱我,你想清楚自己会有什么后果。 没事,王小姐大可安心坐着吃饭,如果有苍蝇朝你,我会把他赶走。 你个贱女。 太没品了吧,居然要打女人,派来人,把这个垃圾丢出去。 给我把他拉出去。 我不会放过你们了,我要回去告诉我爸爸,你们等着。 王小姐,正式介绍一下,我叫杨诚,很高兴能跟王小姐共进晚餐。 我叫王嘉宜,差评我等会就撤掉,我们不打不相识。 别别别,差评是我们特殊相遇的纪念,哈哈,来,喝一杯吧。 这特么就是有钱人的豪横吗?直接把挑衅他的人的相亲对象给抢了,有钱,真好。 杨哥,你家里是做什么的呀? 我父母多年前意外去收,我现在就是个网约车司机,你呢? 我老家是苏城的,目前在一家奢侈品店上班,因为想要留在这个城市,所以出来相亲。 每个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与人靠男人并不是一件丢领的事情。 比起赵飞飞,王嘉宜倒是很坦诚,不是那种有当优劣的语。 说得对,来,揉一个。 你知道我上车的时候,为什么会对你那么有偏见吗? 我今天有两场相亲,前面那个男人本来像得挺好,但他居然趁着电影院里漆黑就要亲我。 我觉得你就是没看上他,如果你看上他了,肯定不会拒绝他亲你。 怎么可能,这跟看上看不上没关系,哪有人第一次见面就亲,那下次见面岂不是要更过分了? 亲嘴跟第几次见面无关,完全看气氛和感觉。 只要气氛对了,感觉到了,第一次见面甚至可以办事。 我才不信,怎么可能有人第一次见面就愿意跟人接吻。 你慢慢吃吧,单子借在我上,我要去一二零八号房间休息。 他刚才是亲我了吗?啊啊啊,我为什么没转看呢? 他刚才是故意说的房间号吗?是在邀请我吗?哎呀,好凶事,我在想什么呢? 他杯子就很怎样。 今晚的記憶 都 放棄嗎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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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 我真的不做了 我真的 哦 我會 melt class I will let you know Let me be your baked heat tonight Let me be the biting cow like luck 我會 let you know 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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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ft zeug 烏 I will let you know 爱 Let you know 我是杨晨 一个拥有差评系统的男人 只要不断收到差评 我将完转整个世界 现在突然被美女找上房间 我正活了二十八载的兄弟 还能忍住 于是一脚踹开房门 用吃奶的力气 把美女抱起来 谁知 刚进去就不小心摔倒了 久经战胜了理智 浴火攻心 算了就这样来吧 第二天 迷迷糊糊醒来 人走吧 我掀开被子 看到床上 没想到竟然 咦 桌面上竟然有钱 难道作者安排着妹子去了趟银行 昨晚你表现不错 姐姐很满意 桌子上的三千大洋 是你的服务费 你拿去补一补 最近这一个月别出去浪 养精蓄锐 等姐姐下个月发工资 再来喂你 呵呵 这女人有点意思 用豪横的语气输出贫穷的话语 妹子 我给你打call 九点钟出酒店 来到海上金融大厦 这可是昨天获得差评 系统给哥买下来的地方 杨先生好 我是大厦管理处经理陈志超 您的东西都在里面了 您可以检查一下 有问题立刻提出来 我马上给您解决 毕竟以后哥就是这里的老板 意味着管理处员工都要看我的脸色 经理见我都不看文件 显然是出于信任 赶紧招呼所有员工一起给我鞠躬敬礼 杨总好 杨总好 看着这些大长腿 老娜不禁感慨 还是漫画上面的好 想要什么比例都可以 对了 陈经理帮我查下 1506 1508的出租情况 不错 乘租人就是我老东家 每月底就到期 哈哈 正好他们租金快到了 我可是拜他所赐才离职的 俗话说君子报仇 一天都不能管 陈经理有个客户 约了今天询问租金的事情 所以一会再过去 又是猪吃老虎桥段 认识的人必定晚到场 让主绝装 我一个人走进金言公司 前台小力看到我来了 笑着说 你真爱要工资呀 前同事跑来劝我 要不我帮你去跟张总 和李经理求个情吧 我心存感激 我是来要工资的 张金言呢 看到我引起骚动 郑主终于出来了 呦 杨晨啊 你喊什么呢 这是你能大呼小叫的地方吗 欠我的提成准备好了吗 杨晨 你想要提成也行 现在乖乖回来工作 以后只要每个月 你至少成交一个单子 我就给你一万 十个月给完怎么样 你怎么说话跟放屁一样 你之前明明承诺 案子成功以后 给20%的提成 没有说有任何附加条件 证据呢 你总得有证据吧 你就说我说过这种话 我就说过嘛 那我还说你跟我承诺不要嫌 白给我干活呢 公司所有人都听到了 证据在每个人的心里 那你们说 我有说过要给20%的提成吗 这些员工又不是傻子 他们还想在这里混口饭吃 岂能拆老板一台啊 而更多人选择纠结和承诺 我的今天也许就是他们的明天 杨晨 张总对你格外开恩 你就赶紧感谢张总 乖乖回来工作得了 你说我这个老板养活这么多员工 不容易吗 没错 大家应该感恩张总 给大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 感谢张总 我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 该得的工资都拿不到 还要我感恩 你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 我现在就去申请仲裁 我就不信法律管不了你 快把大门关上 把手机抢过来 杨晨 你立马删掉路一 我就放你离开